欢迎收看人生保险课程讲授 在三个讲次我们介绍了伤害保险单示范条款 那么在今天这个讲次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第七章第四节 个人及期以及地缘年金保险单示范条款 那么这个讲次大概目标有底下几个 第一个能够了解年金保险的一些专有名词 第二个能够了解极期以及地缘年金保险契约的责任时期 第三个能够了解地缘年金保险契约第二期以后保险费支付规定 第四个能够了解极期年金保险契约终止的规定 第五个能够了解地缘年金保险契约被保险人申雇效果的规定 第六个能够了解极期以及地缘年金保险失踪处理的规定 第七个能够了解极期以及地缘年金保险受益人指定跟变更的规定 好首先我们来说明什么是年金保险 那么年金保险根据保险法第135条之一的规定 135条之一它规定说年金保险人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 或特定期间之内依照契约付一次或者是分期给付一定金额的责任 所以我们知道年金保险基本上是提供被保险人在生存期间的一个财务需求的保障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从民国82年就已经正式迈入高龄化国家 也就是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了7%以上 那老年经济问题自然就逐渐受到重视 所以承认部在86年修正保险法 那么使得国内第一张年金保单它可以在民国86年9月推出 那么首先推出几起年金保单的保险公司是保成人寿的前身 也就是庆丰人寿 那么另外富邦人寿它是最早推出地眼年金保单的保险公司 那么根据100年第二周的内政统计通报资料显示 99年底台湾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0.74% 那么扶老比是14.59% 那14.59%表示6.85个工作人口要抚养一个6.85岁以上的老人 那另外我们也都知道台湾人口老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根据津建会2010年至2060年台湾人口推计的资料显示 假设总生育率是1.3人 这个中推计来算 那么台湾到2030年以及2060年的时候 65岁以上人口占率将会分别达到24.4%跟41.6% 那么在平均寿命延长方面 2010年男性跟女性的平均寿命 它分别是76.1岁跟82.7岁 那么估计到2060年男性跟女性的平均寿命 分别是83岁跟89岁 那么扶老比在2010年是14.59% 我们刚讲过这表示6.85个工作人口 要抚养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 那么到了2030年是37.6% 那么到了2060年提高到85.1% 那在老年化日趋严重以及这个平均寿命延长的情况之下 如果担心退休金不足以来支应退休以后的财务需求 那么购买年金保险 它应该是退休金规划的一个重要工具 目前年金保险的销售好像跟这样的期待不太一致 那在第八讲次我们曾经提到 受险月100年1到5月各险别初年度保费收入战率统计 那么受险战率是占82.25% 伤害险战率是占1.14% 那么健康险战率是占3.27% 那年金险战率只占了13.34% 那这其中存动型年金战率是12.67% 那投资型年金战率是占0.67% 那在第五讲次我们也曾经提到 100年1到5月跟99年同企相比较 年金险新契约保费占整个人生保险的比例 从99年1到5月的49.13%降低到 100年1到5月的13.34% 那么年金险战率大幅衰退了79.2% 那么100年1到5月比99年同企相比较 年金险新契约保费战率 它大幅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99年11月开始主管机关 针对利率变动型年金保险商品的解约费用 以及附加费用 那么订定一个新的标准 那要求受险业要对短年期 利率变动型年金保险收取 0.9%到1.8%的附加费用 同时前三年解约还必须要收取最低1%的一个解约费用 因为这样就造成了这一类型的保单销售降温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99年年金险战率之所以比较高 那么主要还是热卖利率变动型年金保险 这一类的类定存保单 那么大量从银行吸收定存的一个资金所造成的 那么这种现象跟我们期待购买长年期的年金保险 来作为退休以后经济收入的保障 还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明 个人集齐以及地缘年金保险单示范条案之前 我们简单的再解释什么叫集齐年金 什么叫地缘年金 那么所谓的集齐年金 是在购买年金以后的第一个年金给付间隔期间 就开始支付年金给付额 那么至于年金给付间隔期间 一般是一个月或一年 那么也就是说期初投保 那么期末就开始给付年金 那因为年金给付额在购买年金之后不久 它就开始支付 所以集齐年金通常是蹲缴的集齐年金 那么另外所谓的地缘年金 它就是在购买年金之后的 数个年金给付间隔期间以后 才开始年金给付额 那也就是说投保以后经过几年之后 才开始支付年金 那么至于个人集齐年金保险单示范条款 以及个人地缘年金保险单示范条款 它都是主管机关在86年的9月30日安部 同时随后在87年8月15号 94年6月28号 以及94年11月11号修正 那么99年6月3号 又在修正个人地缘年金保险单示范条款的 第14条跟第15条条文 那以前我们就来说明 现行个人集齐年金保险单示范条款 以及个人地缘年金保险单示范条款 这两种示范条款的重要条文 那因为个人集齐 以及地缘年金保险单示范条款当中 有些条款的规定 跟人寿保险单示范条款一样 那我们就不再重复说明 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个人集齐 以及地缘年金保险单示范条款的第二条 那么第二条是就年金保险的名词来加以定义 那条文请各位参阅课本 那我们在前面讲师也介绍过 保证期间生存年金 那么这种生存年金 是在被保险生存期间 给付年金给付额 同时保证至少在一个确定期间内 给付年金给付额 也就是说在上述确定期间内 不管被保险是不是生存 保险公司保证给付年金的期间 那我们就称为保证期间 那么保证期间一般是5年 10年15年以及20年 我们在前面讲师也介绍过 保证给付额生存年金 那么这种生存年金 是在被保险的生存期间 给付年金给付额 同时保证总年金给付额 至少等于它的年金购进额 那么所谓年金购进额就是所谓保费 那么也就是说 不管被保险是不是生存 那么保险公司保证给付的年金总额 就是保证金额 再来所谓的年金金额 就是依照契约的约定的一个条件跟期间 那么保险公司分期给付的年金金额 那么它包括年给付年金金额 半年给付年金金额 既给付年金金额 以及月给付的年金金额 那么另外所谓的未知领的年金余额 就是在保证期间生存年金 或者是保证给付额生存年金当中 被保险在年金保险契约的年金保证期间 或者是年金保证金额内 还没有领取的年金金额 就是所谓的未知领的年金余额 那么最后所谓的生存年金金额 就是被保险在契约约定的期间内 如果能量生存的时候 那保险公司分期给付的年金金额 好 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个人及企年金保险单示范条款的第三条 第三条它规定说 保险公司应该从同一承保 而且收取全部保险费后付保险责任 并且应该要发给保险单 来作为承保的凭证 那么第二项规定说 保险公司如果在同一承保以前 预收相当于全部的保险费的金额的时候 那么它应该付的保险责任 以同一承保时 数字预收相当于全部保险费金额时开始 那么但是本公司同一承保前 而被保险申雇的时候 保险公司无期退还 要把人所缴的保险费 那么第三项规定说 保险公司从预收相当于全部保险费之金额后 15天内 如果不为同一承保与否的意思表示的话 那就视为同一承保 那这个条款它是有关 集企年金保险契约责任时期的规定 那么从第一项规定 我们可以知道 集企年金保险契约 它也附有两个停止条件 那么一个是 药板要交付全部的保险费 那么另外一个是 保险公司要同一承保 那么因为集企年金保险的药板 在起初它是以蹲角的方式来购买 保险公司在期末就开始 给付的年金金额 所以第一个停止条件规定 要不然要交付全部的保险费 另外第二项规定 保险公司在签发保单前 要不然已交付相当于全部保险费 而被保险就已经深雇的时候 那保险公司应该要无息退还 药板索缴的保费 那么这是因为年金保险的危险 也就是被保险的生存 已经确定不发生的缘故 另外全部保险费前面之所以 加上相当于这三个字 那是因为保险公司 它还没有完成合保的手续 确实的保险费金额 还没有确定的原因 那么最后 个人集起年金保险单试办条款 在94年6月28号修正的时候 另外加上第三项 也就是保险公司 从预收相当于全部保险费的金额后 15天以内 不为同意承保与否的意思表示者 那就视为同意承保 那么加上第三项的理由 它应该是为了要避免保险公司 拖延合保的时间 那么虽然说年金保险不像受险 它有时候是需要体检 但是是不是需要再加上 第三项的规定 我想个人是此保留的看法 其次我们来说明 个人地眼年金保险单试办条款 第三条 那么条文请参阅课本 那这个条款是有关 地眼年金保险契约责任时期的规定 那么这个条款大部分的规定 都跟集起年金保险一样 那所不同的是 地眼年金保险契约的 第一个停止条件 是要不然要加付第一期的保险费 而不是像集起年金保险契约 要不然要加付全部的保险费 那因为地眼年金保险 是要不然以分期缴费的方式来购买 那么保险公司在要不然缴费期满 或达到约定的特定年龄的时候 才给付年金金额的一个原因 就介绍个人地眼年金保险契约试办条款 第五条 那么第五条规定说 分期缴纳的第二期以后保险费 应该照保险契约所载交付方法及日期 向保险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点交付 或者是由保险公司派员前往收取 并且交付保险公司开发的凭证 那么第二项规定说 第二期以后分期保险费到期 没有交付的时候 自保险单所载交付日期起 30天还没有交付的话 保险公司可以从一日起按第13条的规定 将保险契约变更为减额缴金保险 使得保险契约继续有效 那么保险契约变更为减额缴金保险的时候 保险公司应该以书面通知要人 好 那这个条款是地眼年金保险契约 第二期以后保险费交付的规定 那么因为地眼年金保险契约的 第二期以后保险费的交付 它主要是为了累积保单价值准备金 所以不交付第二期以后的保险费 它并不会影响到契约的效率 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17条第四项规定 那么117条第四项规定说 契约定定于若干年后 给付保险金额或年金者 那么保险仅得减少保险金额或年金 而不得终止契约 所以像是受险的宽限期条款 以及停效跟负效规定 那么在年金保险它并不需要 好 再来我们来介绍个人地眼年金保险 使用条款的第六条 那么第六条规定说 要保安他得在年金开始 给付以前中止保险期约 那么保险公司应该在接到通知以后 一个月内厂付解约金 那么超过这个期限 保险公司要加计利息 按照年利一分加计利息付 那保险期约 利年解约金额 利表如付表 第二项规定 前项期约的中止 自保险公司收到 要保安书面通知时开始生效 那么第三项规定 年金给付期间 要保安不可以中止保险契约 好 那么这个条款是有关 地眼年金保险契约的中止 跟契约中止限制的规定 那么要保安可以在年金开始 给付以前 就中止保险契约 那么保险公司 应该在接到通知后 一个月内来厂付解约金 超过这个期限的话 保险公司应该按照年利一分 来加基利息给付 那么当然地眼年金保险 跟集企年金保险一样 在年金给付期间 要保安也是不可以 来中止契约的 因为在年金保险 它基本上 它是属于生存保险一种 那么被保险一旦申雇 契约就中止 那么生存年金金额 就会停止支付 那如果被保险 发现自己的生货状况 已经不好了 那么在申雇以前 就先解约 把解约金领走 那么这样就势必 会破坏年金保险的 费力结构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地眼年金保险 跟集企年金保险一样 在年金给付期间 要不然都不可以 中止保险契约里 好 再来我们来介绍 个人地眼年金保险单 示范条款的第七条 那么第七条规定 被保险申雇以后 要不然或受益人 应该在知悉被保险发生 申雇后通知保险公司 第二项规定 被保险的申雇 如果在年金给付开始以前 那保险公司 要返还移缴的保险费 或者是年金保单价 只准备金 那么第三项规定 被保险的申雇 如果是发生在 年金开始给付以后的话 如果仍然有 未知领的年金余额 那么保险公司 应该把这个 未知领的年金余额 依照约定 给付给申雇受益人 或是其他应得之人 好 那么这个条款 是有关地眼年金保险契约 被保险申雇的一个通知 跟返还移缴保费 或者是返还解约金 或还保单价值准备金的规定 那么如果被保险 在年金开始以前申雇 那么因为年金保险 是生存保险 所以年金保险契约 这个效率就中止 那么保险公司 应该要返还 已经缴的保险费 或者是返还解约金 或保单价值准备金 那么如果被保险 在年金开始 给付后生雇的话 那保险公司 也应该把 还没有支领的年金余额 给付给被保险人的 身雇受益人 或者是其他应得之人 接着来介绍 个人及期年金保险单 示范条款第七条 那么条款规定 被保险在保险期限 有效期间内失踪 那么除了有未支领的 保证期间 或保证金额的年金金额以外 保险公司 根据法院宣告死亡 判决内所确定的死亡規准 那么不再付给付年金的责任 但是在日后 如果发现被保险的生还 那保险公司 应该依照约定 来继续给付年金 并且补足这个期间 未付的年金 好 那么这个条款 是有关 及其年金保险失踪 处理的规定 那么因为年金保险 它是以生存为给付条件 所以如果被保险失踪 经过法院宣告死亡 那么保险公司 自然就不再付 给付年金的责任 但是如果日后发现被保险又生还了 那保险公司 应该依约继续给付年金 并且要补足 它中间没有支付的一个年金 再来我们来看 个人地缘年金保险单身办 条款的第八条 条款规定 被保险在保险契约有效期间内 年金开始给付日以前失踪 那么而且法院宣告死亡判决内 所确定死亡时日 在年金开始给付钱的话 那保险公司应该依照保险契约 第七条规定的返还移缴保费 或者是返还年金保单价值准备金 但是日后如果发现被保险生还 那么要不然可以把保险公司 所返还移缴保险费 或是年金保单价值准备金 归还给保险公司 并且清偿这段期间 欠缴的保险费跟利息 让保险契约继续有效 那么第二项规定 被保险在保险契约有效期间里 而且年金开始给务后失踪的话 除了有未知领的保证期间 或者是保证金额以外 那保险公司根据法院宣告死亡 判决内所确定死亡时日为准 不再付给付年金的任 但是日后如果发现 那么被保险生还的时候 那保险公司应该依照7月的约定 来继续给付年金 并且要补足这个期间 他没有付的年金 那么第三项规定 前项情形 在被保险人 在保险契约有效期间内 年金给务开始日以前失踪 而且法院宣告死亡判决内 所确定的死亡时日 是在年金开始给付以后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也适用 这样的规定 那么这个条款是有关 地眼年金保险失踪处理的规定 那么被保险失踪处理 依照年金几物开始以前或以后 来做明确的规定 那被保险如果在年金几物开始以前失踪 经过法院宣告死亡 因为保险事故已经没有发生的可能 所以保险公司应该要返还 移缴保险费 或者是返还几月金或保单价值准备金 但是日后如果发现被保险生还的时候 那要不然他可以把该笔 这个仪林的金额返还给保险公司 同时清偿一段期间欠缴的保险费跟利息 使得保险期待继续有效 那如果被保险 他是在年金几物开始以后失踪 那么经过法院宣告死亡 那这个做法就如上述 个人及期年金保险失败条款 第七条的说明 那我们就不再来重复加以 跟各位来解释 那如果被保险是在保险期间有效期间内 那么年金几物开始日以前失踪 但是法院他宣告死亡判决内 所确定死亡时日 是在年金开始几物以后的话 那一样也是用年金几物开始以后 失踪的规定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个人及期年金保险单示范条款第八条 那条款规定被保险在生存期间 每年第一次支领年金几付的时候 应该要提出可知证明被保险生存的文件 但是在保证期间或保证金额内就不再此限 第二条规定保证期间或保证金额 年金收入人他得申请提前几付 那么这个计算的贴线的利率 就按照约定的水准来计算 第三条规定 被保险生雇后能有未知领的年金余的时候 那生雇受益人申领年金几付 就应该要减据下列文件 第一个是保险单或保险单的腾本 那么第二个是被保险死亡证明文件 以及储户的户籍腾本 那么第三个是受益人的身份证明 那第四项规定 因为可规则与保险公司的室友 以致呢 那么预这个应给付日未给付的时候 那么就应该给付持年利息年龄一分 那么这个条款是有关申领及寝年金的规定 那第一项被保险在申领生存年金的时候 除了保证期间或者是保证金额年金 因为是不管被保险他是不是生存 那么保险公司都必须支付年金 所以被保险人他不需要提出生存文件以外 因为领的是生存年金 那当然要提出可以证明被保险人生存的文件 那么至于保证期间或者是保证金额年金部分 也因为是保险公司必须支付的年金 所以第二项规定 年金收益人他可以申请贴线的方式来提前给付 那么贴线的利率就按照保险公司的规定来办理 那这个条款的第二项他所规定的年金收益人 其实他正确的名词应该是年金收益人才对 那因为第二项所规判的场合是被保险人还没有申雇 那么领取期间是在结清期间 那领取给付额的名称是年金给付额的情形 那么至于年金收益人他指的是被保险人已经申雇 那么领取期间是在保险的累积期间 那领取的给付额的名称是残存者给付额的场合 那么年金申雇受益人他指的是被保险人已经申雇 那么领取期间是在结清期间 那么领取给付额的名称是未知年金余额的场合 所以在年金保险当中年金收益人 年金收益人还有年金申雇受益人 这个三个名词他指的都是不一样的人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 那么最后这个条款第三项规定 申雇人申雇年金给付的时候 应该要检据的各项文件 以及可以规则于保险公司的室友 以至超过应该给付日而还没有给付的时候 应该加继持颜利息年利一分的这样的理由 就如同我们在人申雇示范条款里面的说明 所以就不再重复跟各位做个解释 那么个人低延年金保险当师范条款第十二条 我们来看一下 第十二条规定 要不然在缴费期间且保险契约有效期间内 得申请减少年金金额 但是减额后的年金金额 它不可以低于保险最低承保的金额 那么减少的部分就视为终止契约 要不然在年金开始给付以后 不可以申请减少年金金额 好 这个条款是有关减少年金金额规定 那么减少年金金额 它只能够在年金开始给付以前为之 那么这个理由 就如同个人及期年金保险单示范条款 第五条的说明 我们也不再加以来跟各位做解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个人的年金保险单示范条款 第十四条有关保险单借款 那么契约效率的停止 以及付效的一个规定 那么条款是这样规定 他说年金开始给付以前 要不然得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单借款 那么可欠款是借款当日 年金保单价值准备金的一个约定百分比 那么未产还的借款本息 超过了年金保单价值准备金 保险期的效率就停止 但是保险公司应该在效率停止日的三十天以前 以书面来通知药保人 第二项规定 保险公司如果没有依照前项规定来通知 那在保险公司以书面通知药保人返还 借款本息之日起三十天以内 药保人如果没有返还的话 那保险期约的效率就从该三十日的次日起停止 第三项规定保险期约停止效率以后 药保人得在停效日起 在期约约定的年限内 通常它是不可以低于两年 那么申请付效 并且不得辞与年金几户开始日 那么药保人借齐如果能兰没有申请付效的话 那保险期约的效率就中止 那第四项规定说 前项付效申请 经过药保人清厂保险单借款本息后 就从一日上午零时起 开始恢复这个企业的效率 那第五项规定说 药保人清厂保险单借款本息 那么为厂还的余额 何计不可以超过呢 依照第一项约定的保险单借款 可计的金额的上限 那么这是第五项的规定 第六项它说年金几户期间 要不然不得以保险期约为止 来向保险公司借款 好 那这个条款呢 它是有关个人地元年金保险 申请保单借款 以及呢 那么因为还没有偿还的借款本息 超过年金保单价值准备金 那么导致契约停效 以及付效的相关规定 那么因为年金保险呢 它并不会因为续期保费没有缴呢 而影响到契约的效率 所以啊 在年金保险的示范条件中呢 它就没有像人寿保险的宽限期啦 还有停效以及付效的相关规定 那么要不然 它除了在年金开始给付以前 或者年金保证期间 或保证金额支付完之前 它可以申请保险单借款以外呢 那要不然在年金给付期间啊 它并不能申请保单借款 那么要不然在年金开始给付以前 它可以在年金保单价值准备金的范围之内呢 向保险公司啊 申请保单借款 那如果还没有偿还的借款本息 超过年金保单价值准备金 那么保险期的效率呢 它就会停止 可是啊 保险公司啊 也应该在效率停止日的30天以前呢 以书面通知药保人 那么如果保险公司呢 它没有在停效日的30天以前通知 保险契约呢 就从保险公司以书面通知 要把返还借款本息的那一天起 算呢 第31天开始停止效率 那么当然呢 前理事啊 要把人在保险公司书面通知的那一天起 30天内呢 都还没有返还借款的本息 那么再来呢 条款的第三项规定说啊 个人地缘年金保险 申请付效的最后期限呢 最慢不可以晚于年金给付开始日 那因为呢 一旦开始给付年金 保险事故就已经发生 那这个时候呢 自然已经就没有申请付效的可能 那这个就是呢 个人集起年金保险呢 并没有像地缘年金保险 有这个条款 规定的原因 因为个人集起年金保险呢 年金给付间隔期间 它只有一期 那么也就是呢 期出投保 那期末就开始给付年金 好 我们在下个讲次呢 要为各位介绍呢 利便型年金保险事办条款 那么欢迎各位同学呢 到时再按时收看 再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创意影音系列 创意风下水 3 8 4 欢迎光临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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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7